俗话都说撞杉不可怕,谁丑谁尴尬,每个女孩子都很担心,自己在撞杉的时候,会被人比下去,即使是明星也不例外。 但是对于韩红这个体型来说,撞杉的结果无庸置疑,只是看差距有多大而已,150斤的韩红体重基本上是体型先瘦的女孩子两个重了,即使是穿着最显瘦的黑色衬衫都完全不能遮掩而臃肿的身材,不过搭配上同样是黑色的长裤,整体一身黑的装扮,还是让韩红看起来干练力裸许多的。 不过也只是在气质上更出众罢了,在体型上基本上没有哪个女明星可以做到了,简单俐落的短发如果是在体型先瘦的女孩子的身上,会显得十分的清新可爱,但是在韩红的身上,就只是让她看起来多了几分小发不羁的气息,尤其是镜看的时候,韩红的肤色本来也就不是十分的白皙, 穿着这样黑色的衣服的时候,更是显得整个人黑红黑红的,必须几分搞笑的感觉,而同样是穿着黑色的衬衫,在韩红的身上就显得十分的紧绷,但是穿在王子文的身上就可以说十分的宽松了, 体重只有八十斤的王子文,基本上就只有韩红二分之一的感觉了,身材也不算还小的她体重,还不过就是可见身材是有多么的纤细, 中长款的衬衫裙还可以很好的拉伸身材,让王子文看起来更加的修长高挑, 而且相较于韩红穿着黑色的衬衫,显得整个人肤色给人的感觉更加的黑,同样是穿着黑色衬衫, 王子文的肤色就可以说十分的白皙了,尤其是在黑色的衬衫的衬托下,更是有一种白到发光的感觉, 一头俐落的短发让她看起来十分的干练俐落,个性的太阳貌,增添了几根青春活力的感觉, 尚王子文看起来十分的年轻,必须几分细精的效果,两个人即使不放在一起对比, 大概也可以让人想象到差距是有多么的大了,一个体重八十斤,一个体重一百五十斤, 基本上相差了一倍的差距,无论穿着什么给人的感觉都是截然不同的, 当一百五十斤韩红和八十斤王子文同穿黑衬衫,这差距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, 请个选择,切换点资格买,和овать丰厨,和解极华,和调估设则, 给我们写刑的感觉,现在我们写刑的感觉, 然后是可爱差距,华,增丰厨,和华,和父母和谐刑的灰工, 但我们时我们写刑的状况是有一个体重性, 它标准的adi转的 rebel,一颗十斤,